是发生在这个中和市建议路 那么昨天有一名江姓男子 他深夜要过马路的时候呢 疑似呢 瞄了差一点 撞到他的轿车一眼 没想到竟然遭到车里头的两个人 持刀砍断他的左手掌 那么江姓男子负伤逃生 断掌还留在现场 为了掌握接河的黄金时间 警方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香港队救人第一啊 台湾会帮你找到救人第一啊 连汉就要过了红河的黄金时间 警方拿着探照灯 忙着在现场找江姓男子的手掌 如果说他把他丢 应该离不开这个范围 对啊就是 啊再来一个提醒就是 嫌犯把他带走 嫌犯带走太 最怕就是把嫌犯把那个手掌带走 8号晚间10点多 江姓男子在中和市建议路过马路时 差一点被一辆照车撞到 江姓男子疑似瞄了照车一眼 没想到车上的两人下了车 就是一阵猛寒 江姓男子出手扶档 结果左手掌惨遭砍乱 浑身是斜的跑到100多尺外的 加油站成就 没关系等一下那个血液 我拿给我就 里面还有朋友 我都在里面 江姓男子被紧急送于急救 警方也到医院了解状况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男子段长的下落仍然不明 而警方也将权力追查行凶的 两名嫌犯 专闯台北众后报道 我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